属于边境禁区的沙头角码头 最快今年第二季开放 容许指定旅行团星期周末和假日 搭船到附近小岛观光 政府会视乎本港疫情和本地游活动的恢复日期 有禁区居民就希望开放计划 会为沙头角带来就业机会和发展 沙头角渔民逢树梯在鱼叶色尾之后 一直都很难寻食 他计划等属于禁区的沙头角码头开放之后 为游客提供点对点的接载服务 再他们去到吉澳和荔枝窝等附近的地方观光旅游 开放就比不开放 开放博有点钱赚了 不开放就死成一条 上世纪50年代 银于走私和偷渡猖厥 沙头角被列为禁区 出入都需要禁区子 2012年香港政府分阶段缩减禁区范围 去到400公顷 但是一直拒绝禁沙头角区和中英街 过去香港和深圳的沙头角居民 只要有禁区子 都可以在中英街穿梭往来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内地当局在中英街的港深分界线 架设了围板 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看到把红板淡住了 现在我们是走不到去国内的中一禁区 屋企三代都是沙头角区经营中药店的曾伟业 她太太和女儿住在华界的中英街 过去两年疫情反复 往来港深两地都要检疫 曾伟业被逼和家人长期分开 只能隔着铁闸与他们见面 最初是很感触的 最初是很感触的 之后自然我近南无远 始终没办法要过来做事 整个沙头角度现在是没碰过这70亿 所有要没碰过 一些新机都没有 开放了 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保安局说 目前正是研究开放中英街以外的沙头角区 认为中英街没有实质的屏障 作香港和内地的边境分界 也不设边境管制站 基于保安理由 需要维持中英街的边境禁区限制 无线电视记者林可因报道